哈喽大家好,我是喜欢香草热爱田园生活的尼克 在观赏我的影片之前,请记得先订阅我的频道,并按下小铃铛 我想喜欢收看我的节目的朋友,一定都很喜欢大自然 那喜欢有机的东西 那我很庆幸在十多年前能够到德国进行农业考察 去了解德国人的有机的概念 那其实有机不是只是食安吃得很安全而已 它主要是保护土壤,保护水源,然后尊重生命,还有生物多样性 它其实做到上面这四点,自然你就会吃到相对健康的东西 因为疫情的关系,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在家里做菜 那当然你会到超市去买菜 那我最近发现我去买一个香菇的时候 它的包装令我非常的满意,我感到很开心 所以今天的影片很短 只是要分享一个我一个消费的心得跟消费的概念 这个,这是我买到的有机香菇 那它特别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说,我买过很多生鲜的蔬菜啊 它里面那个底座,就是那个容器通常都是用塑胶的 那外面是塑胶带是难免的 因为它要做保湿的动作 那当然要把它密封住 可是里面这个长期以来都是保利容或是塑胶 那我觉得其实很不理想 那我看到这个产品,这个香菇是用这种包装 我觉得非常的好 那希望说大家未来消费的时候 可以考虑这一种对环境更友善的包装方式 我来把它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哦,闻到香菇的味道 你看它里面是一个纸盒 有没有 它是一个纸盒 那里面装的就是我要的香菇 那真的太多生鲜产品 下面不是纸做的 不是用天然的东西 生物可分解的东西 是一个塑胶 那还有很早以前还看过保利容 我看过一本书 他说每一天你在做消费的时候就在投票 你要投给环境友善还是没有呢 所以我们让他每一次消费都把票投给对环境友善的东西 那这样就有一个正面的循环 希望每一个人透过这样一点点消费习惯的改变啊 去改变整个产业的生态 让我们有一个更美好的家园 希望大家能支持我的想法 也把这影片分享出去 如果你喜欢我的介绍 欢迎你分享订阅我的频道 一起享受香草与田园生活的美好 拜拜